Hello 我是師傅仔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在 After Effects 裏面做 Motion Tracking Motion Tracking 其實如果做 Production 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的 這件事可以用在 譬如你拍了一條影片 你想加多一些東西 或者減回一些東西 或者 Replace 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方法 這個 Demo 我想做短一點 所以立刻看看怎麼做 好 我們開了 After Effects 那我就做了這些 Settings 了 那我先檢查一下 Composition 的 Settings 就是 1920x1080 25fps 和 2 秒鐘 50fps OK 我就預備了兩條影片 兩條影片都是在網絡上下載的 第一條影片就是這個電視機 今次做這個 Demo 就想把這個電視機的畫面 換了第二個畫面 就是拿了第二個畫面蓋上 但是又跟回整個電視機的 Movement 我預備了一條這樣的影片 因為有一個人在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所以我就沒有 Save 了它 但是這條影片 這個人這條影片 去到第31個畫面 它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可以 freeze up 它先 我們去 Layer 的 Time Freeze on Last Frame 其實就是這個 Last Frame 但是我想還有的人樣在 我想大概在這裏 我們先弄短它 我們想freeze這一個 Frame 我們還是去 Time 了 Freeze on Last Frame OK 去到這位它就freeze了 那就不會 Blank 了 OK 先去到這條影片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 Motion Tracking 但是 Tracking 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看 這條影片 是否適合我們 Track 因為很多時候 拍完回來 有些是很難 Track 的 有些是 Track 不到的 但我們先去查一下 我想我 Track 的時候 我會 Track 四個角落頭 是它的 Movement OK 啦 這四個角落頭的顏色 都很 consistent 都很適合做 Tracking OK Good 那我們就去選這個 Layer 我們去 Tracker Tracker Motion Tracker Motion Tracker Motion Tracker 它有很多東西 我通常如果做這些 Tracking 我就會選擇 Transform Perspective Counter Pin 它有四個 Tracker 給你了 好 那我們就放這些 Tracker 去我們要的 Tracking Point 我都是這四個角落頭 我剛剛學 Tracking 的時候 郭老師就告訴他 Tracking 這個 Technology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吹水 他說其實在美軍 那些 Tracking System Apply 是那些導彈 Lock 起了 Target 那導彈就自己追他 他說以前就是用這一種的 Technology 我不知道有沒有吹水 Anyway 那我就放下了四個 Tracking Point 在我想 Track 的位置 那我們就去 Play 一路 Tracking 了 一路 Tracking 的時候 他都OK 沒有什麼 怎麼脫掉 小那個 Square 其實就是 Lock 死 你想 Track 那個位置 那些 Pixels 那些 Color Luminous 那些 Pixels 大一點的 Square 其實就是 他 Search 拿來 譬如 如果你 那小的 Pixel 找不到 應該要 Track 那些 Pixel 的時候 那他就去大那個 Square 找 可不可以 Match 到呢 那就是說 如果這些 Square 大小也好 好 越大的時候 你可以拉大它 越大的時候 他 Tracking 的時間 會越長 OK 那我們 Track 完了 我們看一看 我們 Tracker 1 就有四個 Tracker Tracking Point 那我們 Track 完了 1 2 3 4 Track 完了 都好像 沒什麼怎麼脫掉 OK Good Track 完之後 我們就去 Edit Target 我們放在哪裏 把這些 Track 了的東西 我們就放在 這個 Layer 上 把 Data 放在這個 Layer 上 那就可以了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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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他就把這些 Data Convert 回一次 放在上面 這個 Layer 上 那就是 Corner Pin 它是 Plug-in 放進去 那它所有的 Data 呢 都 Transformed 了 OK Good 那我們先放在上面這個 看看 嗯 都沒有什麼 怎麼脫掉了 都不錯啊 Tracker 都算幾實正 Tracker 都算幾實正 那到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 譬如你想加一些 反光位啊 令面啊 我用筆啦 哇 這裡啦 我想它這樣反 OK 白色的 OK 那我就去 這裏 白色 拉下來 Alpha Matte 這樣反了 它已經有一個 只能看到白色的光 但是又不見了畫面啊 我們就去那個 Clip Duplicate 一次 拉下來 再穿它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可以在這裏 調薄一點點 反光 可以加多些 東西下去 讓它 Dynamic 一點 還有 Believeable 一點 在 After Effect 裏面 做 Motion Tracking 就是這樣 大家不看 都看了這麼久了 順便訂閱 或者分享給你的朋友 叫你的朋友訂閱 很多時候如果拍攝 我們要去跟場 我們就是要看看 究竟導演或者機組 拍出來的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 Motion Tracking 如果我們看過 咦? 差一點 我們就要告訴導演 或者機組的同事 之後我們拿回來的影片 我們都會做得舒服一點 這次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想起 有些什麼可以在 After Effect 裏做到 或者看到 你想知道的話 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做多些 有關 After Effect 的 Video 給大家看 下次見